行道树怎么会被人恶意剧断 而且至少有10棵的露树因此死光光 事发的地点就在基隆市中心的田辽河两侧 原本是非常健康的张树都被人剧断了 甚至有的还被扒了一层树皮 而这样的现象从9月初就开始了 不过因为监视器并没有拍到人 所以很难抓到凶手 因此现在管理单位也非常希望 大家一起来帮帮忙救出恶贼 原本健康的张树被扒了一圈 宽约三公分的树皮 而且还相当工整 放眼望去整拍张树 不少棵都被剧断 只剩下到肩膀的高度 不过到底是谁恶意破坏露树 让管理单位相当困扰 环状剥皮以后 这棵树没有办法运输水分 它大概就是会死掉 基隆市中心的田辽河两侧 从9月开始就陆续发生这样的情况 尽管报警处理 却因为监视器只拍到路况 没拍到露树找不出凶手 人为的破坏的那个痕迹 那树遭砍断的话 大概是有发现6棵到7棵 合计大概是有10棵左右 原本超过两米高的张树 被砍到剩不到一半 虽然张树每棵大约 3000到8000元 不是名贵树种 不过恶意破坏露树的行为 还是相当要不得 管理单位也呼吁全民一起帮忙 让凶手绳之以法 就猜是你做不到